这个口红琴是一个老人家做的 至于这个口红已经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对 至少在国小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族群的非常重要的音乐 从小就要吸收我们这个族群的养分 你觉得志文有心吗 有心 雷小鱼对我们也要来写 我很感动 我还能不能试试的课 那我就用翁志文这三个字跟着大家一起走 还是我要跟着我的母亲的经文跟着主旋走 我是一个民谣乐手 我是永庆 我喜欢音乐 喜欢旅行 喜欢探访各地 随着音乐 让我更深入台湾各个角落 感受不平凡的在地人文 更看见了这片土地的乐视与美声 这一切都不平凡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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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德克族是勇敢果断的民主 赛德克族是乐天之命 认真生活的民主 赛德克族是乐天之乐 赛德克族 拥有文面与粗草的文化 过去被当作泰雅族 在与系上却大大的不同 历经了多年的正名运动之后 这个族群终于能被世人 以赛德克之名称呼 而在南投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过往的历史也被层层地揭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郭明正老师是赛德克语的权威 也担任过电影《赛德克八来》的族语顾问 但身为赛德克族马赫婆舍的后裔 研究赛德克的历史文化与物色事件 从历史的痕迹中找出意义并记录下来 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 老师 像这一块区域过去它是什么样的地方 也都算是我们赛德克的传统领域 这边有一个部落叫马赫婆部落 哦 相当有名的部落 就是莫纳鲁道的部落 它是那边的头目 是 是 是 过去的话就是现在有房子那个地方 那个叫上部落 对 那个白色那个 白色那个房子建筑 那底下就是下部落 那么过去那个马赫婆是一直上去 从这边开始在转弯的地方就很多张树 所以我们的语言叫做这个扎克斯 扎克斯 对 扎克斯 对 就是很多张树的地方 在这个马赫婆部落 我们知道有一个古战场 对 那个古战场大概是位于什么样的一个区域 这边比较有名的战场 就是沿着那个房子上去 现在这边有一个开墾的地方 沿着它的林线一直到山顶那边 平的那个地方 那个平的那个地方 日本人叫做一字形高地 一字形高地 对 对 我上去过 它还有战好 对 日本时代的战好 对 还有铁丝网 1930年的物色事件 改变了赛德克族的命运 当时日本想摧毁他们的传统文化 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反击 要用生命来换回权力与尊严 成为真正的人 这个部落要到哪个部落 或者这个部落要到一定要经过桥 那当然我们最早的那个桥是在底下 就是在西的那个变桥 用竹子做的 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搭的 那后来呢 日本人来 来了以后呢 后来他搭了一个那个底下那个铁线桥 那个就是在电影里边被我们砍掉那一座桥 那个铁线桥 1930年的10月27号之后 差不多一个礼拜内 那他们怎么知道要把这个桥砍掉 它的意思是说让日本人不要那么快地通过这边 供我们的马河伯陆 虽然日本人被我们在物色地区几乎是间内 我们凌晨差不多三四点一起来 把你部落的那个驻在所 他们叫做驻在现在的派出所 十三间 因为当时有台湾人跟我们原住民在那边当工友 那个就叫他赶快回去 那如果碰到我们的族人是赛德克主 赶快回去拿枪要杀日本人 就这么这样 那他们把他放走 针对日本人 一格不留 针对日本人是赛德克主 针对日本人 针对日本人是赛德克主 针对北京人是赛德克主 灵与些宽要出现 Li so u la bu halung Tull le un kubi s'trengan Tull la o su bibino U hei su bako mu keidun Iya kudulek Iya kudulek Mousset de kubale Mousset de kubale 會唱出草歌最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個就是安撫敵人 我今天把你出草回來 你今天輸我了 你就要跟著我回到部落 我唱歌給你聽 我跳舞給你看 我用我們賽德克最高的禮貌 帶你回家 你要在我的部落 守護我們的部落 其實我們不隨便出草 而是說 不管是我侵犯到你 你侵犯到我 我們嚴重到要各自為敵 但是你輸了 或是我輸了 我們就要化解那個仇恨 這就是出草歌的意義 我會創作這個出草歌的理念是 最主要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本來就有這首歌 而且是部落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歌曲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出草了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說 這首歌在我們部落裡面非常重要 以前是不可以沒有 但是現在沒有了 我就應該要把它 再重新的讓大家知道 我們有這樣的習俗的文化 不可能通常 會不會有müş 但是我幫你放密爾 我幫你把這首歌 你會將來泡一隻 我 tre用來泡一隻 你會再調 Strong 你會伸再用來满 我會 aven來满 赛德克族的历史文化 郭明正老师用文字来记录 而另一位赛德克青年翁志文 则是研究赛德克的传统音乐与舞蹈 并创立文化艺术工作室 号召族人们共同参与 希望大家一起来为赛德克的文化传承 尽一份心力 前面这个木造的建筑是 传统屋 对 传统屋 早期赛德克的传统屋 对 它们这大造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木头屋 就是才搭这样的材料 然后做成一个房子 就地取材 绿建筑 没错 没错 这房子就是说会呼吸 不会密闭是 有那个茅草屋它会透气 这构造很特别 对 没错 这下面是石板 然后上面是这个木造的一个 没错 没错 因为石头它主要是 就类似我们所讲的地基 会固定这个 让这个石头 所以会故意围着起来 然后让木头站立起来 如果你没有那个木头 它就不会没有固定的作用 因为它是属于半学居的 像一般水泥都是密封的 我们这个属于都是透风的 不管是木头跟家屋的这个茅草 它都会有透气作用 因为里面要烤火 我们里面会烤火 所以它会透气 让里面的烟雾散出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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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比例有洞天 对 对 外面看起来矮矮的 可是里面好高 跳高 对 可以中楼中楼 对啊 所以它们在做的时候 往下做的就比较深一点 是是是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这样 其实还蛮大的 里面确实是蛮大的 是所以这就是按照 传统的那个家屋的格式 没错 一模一样 没错 没错 当时我们就是 以前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 住在这里面 那这是床吗 是 没错 这就是床 是哦 这上面都是竹子是不是 这是藤 没错 藤比较软一点 竹子比较硬 所以藤躺下去比较舒服 我们常说的藤鱼 对 没错 的确它有一个弹性在上面 没错 又透气 对 没错 这看起来好像一个架子 这是炉灶架 就是下面是炉灶 就是烤火的 然后上面架个架子 最主要是 你没有看到上面有个瘦皮 动物的皮 然后放在上面熏 就做成皮质品 所以这整个家屋的构造 其实它除了彩自于自然 也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 没错 没错 这栋完整的赛德克族传统家屋 从外观建造到内部的摆设 就可以了解到 以前赛德克的生活方式与智慧 但对志文来说 家屋是传承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它对传统文化情感的寄托 我们做口黄琴是用这个 对 竹子 用竹子 竹子来的材料 所以你会看到竹子 它这边比较滑 边边比较滑 是是是 所以用这个来做 对 不过任何乐器都需要调音 对 口黄琴怎么调音 你现在拿的是铜制的 那是我自己做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口黄琴 是一个老人家做的 所以这个口黄琴 已经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对 古董 对是古董没有错 铜片它需要调音 一定要有东西 我才不怕去复制这个东西 对 我当时去找一个老人家 大概在七十几年的时候 他还有保存一些这种 口黄琴 但是不多 所以非常珍贵 那当时我跟他要了 两三个口黄琴 两三个 然后拿来之后 为了要复制这老人家的东西 我把那个铜片把它拆开来 啊 不得不拆 没办法 因为为了要复制它 要听那个古旋律 对它的真正的音 声音弹出出来的那种标准音 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拆下来 还有它的制作过程 你一定要看过它的制作过程 你要把它拆下 你才知道它怎么做 对 所以我就浪费掉了两支这种 那种口黄琴 天哪 没办法 还好有保存下来那些古董 不然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东西 是是是 所以为了传承 为了能够延续这个老人家的智慧 我们不得不拆古董 但是也因为这样 让它这个悟命啊 对 继续传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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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有舍才有得吧 要勇敢地拆掉古董的口黄琴 才能深刻学习 并成功复制 我想智慧在制作口黄琴时 每一刀每一画 都是对传承文化的坚持与努力 既然了解到制作的技术后 那也要来了解口黄琴的特色 口黄琴有哪些种类 口黄琴有很多种啊 我们这边就听声音就知道了 这是竹子做的那个口黄琴 声音就很特别 是是是是 这是竹子做的口黄琴 这是竹子做的口黄琴 这是竹片的 那竹片又可以分二黄跟四黄 它就有音阶 是是是是 它有两个音阶 对有两个音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一次 比较困难就是四黄 所以它的音阶是RE MI SO LA RE MI SO LA 就像我之前有接触过 一个猎手笛 它也是RE MI SO LA 对对对对 这是你们传统的 主要的音乐里面主要的质感 就是RE MI SO LA 是是是 然后下去做变化 因为我们赛儿个星就比较指 不喜欢听难听的话 然后比如说我儿子 我儿子喜欢你那个部落的女孩子 所以他就会带他儿子到那个对方那边 然后跟他讲说我儿子喜欢你的女儿 好跟不好他就会吹口黄琴 用口黄琴来回答 对因为不想伤和气 反正用嘴巴讲起来可能会听起来好像 不是这么的好 他就用四黄琴开始吹奏 如果说可以他就会吹一段 不可以他就会吹一段 可以的段落 这个音符还蛮跳跃的 对对对 就是说OK了 OK很开心 就对他听起来就我知道了 就不必讲话 那不可以的 那不可以我这个就不清楚 因为他我们有个竞技在 原来看似简单的口黄琴 吹奏出来的音阶 却隐含了许多演奏技巧 与文化意涵 志文不仅在口黄琴的制作上 下了一番功夫 也到处去记录齐老门的口黄琴演奏 希望让赛德克的传统古调 都可以被保存 不断地传承下去 我现在用不出声音来 可是太急了 对对对 还是要练习稍微一段 对对对 不过没关系 我今天也带了西方的口黄琴 自己也有口黄琴 那就来听一下 来交流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卡组迪 卡组迪 就是西方的一个 也是类似口黄琴的一种 它声音很有趣 它声音很像一种动物 你听听看吧 好 有很多人说这个声音像鸭子 有点像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 对 因为这个东西跟这个口黄琴 我觉得有一些相似之处 就是说都是用嘴巴 对 然后产生共振 它这个振膜就像黄片一样 是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两个互相来 交流 对 交流一下 看声音会是怎么样 我们就随性 随性 对 那就 你先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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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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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口黄琴对我来说 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乐器 去过好多部落 很多人都说这都失传了 对 或者是已经找不到人做了 只剩下一个残破的一个乐器在那边 对 可是在你这边我看到 这个都是活生生的 对 没错 对 重新复兴起来 其实我看得很感动 对 其实去拜访老人家的时候 当时我也是很紧迫 就是快 这些东西快没有了 以后谁要来吹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下一代的这些 这么好 这么棒的音乐 我们应该让别人听到 我们赛得可真正的美 下边 对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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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认真学习唱着赛德克语的歌曲 愉悦地跳着传统舞蹈 他们就是志愿最得意的学生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学校请我去的时候 我就很乐意愿意帮这个忙 即便是远 我觉得远不是局 我觉得我要让他们知道 至少在国小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族群的 非常重要的音乐 从小就要吸收我们这个族群的养分 对 没错 文化的养分 对 文化的养分 文化的养分 对 聽聽聽聽聽 跳的時候 女生跳的時候軟一點 你不要手那麼硬幹嘛 來 再一次來一對 再一次來 再一次喔 再從頭來 媽的媽 一樣 腳點的時候放輕鬆一點 好不要太硬 預備 6 7 來 左邊 身體放輕鬆 很好 右邊 左邊 身體放輕鬆 剛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點生疏 因為剛開始 他們不瞭解 所以剛開始 會稍微辛苦一點 因為小朋友 至少在部落裡面 是有聽過老人家 但是沒有實際的 自己發聲過 所以剛開始在教的時候 是有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困難不是問題 我是說 至少給他們這個資訊 從國小一年級 二年級 讓他們知道 慢慢慢慢 至少等到畢業的時候 至少會自己唱自己的歌 我覺得 我覺得對一個族群有沒有 對這個國小 至少他畢業 會能夠感受到 自己身上流著 是這個族群的血脈 唱的是自己的歌 我是賽德克族的人 沒錯 雖然曾經這個名詞被淹沒 沒錯 但是如今 我們可以大聲地 唱出來 告訴大家 我們是賽德克的人 沒錯 沒錯 我喜歡賽德克的音樂 因為會讓人充滿自信 我們跳起舞 跟朋友的感情變得很好 我喜歡來這裡跳舞 因為可以看到很多朋友 我喜歡賽德克的音樂和跳舞 在這裡 我看到孩子們對於自己部落的文化認同 不管是說母語 唱傳統歌謠 跳傳統舞蹈 唯有從小扎根 才不會忘記自己的文化 告別了小學 志文說要帶我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音樂 舞蹈 我知道就是織布這一項記憶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 沒錯 在賽德克族裡面也是一次 我現在就是要帶你去找一位非常國寶級的阿嬤 織布非常厲害的一位老人家 是喔 她是我的老師 她是你的老師 不會吧 織布不是通常都是 就我所知都是給女性在做一個特有的記憶 沒錯 對啊 等一下你進去就知道 非常厲害 暗藏玄機 沒錯 在賽德克族的傳說中 男子會狩獵才能聞面 而女子要聞面 則是要會織布 這樣死後才有資格走彩虹橋 但織布這項傳統記憶 在日治時期曾被刻意地打壓 出現過嚴重的斷層 所以有高超織布技術的老人家不多了 不過據說有一項織布前的必備技術 才是最困難的 阿嬤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柱麻對不對 對 我們做衣服的布的材料 對 它都是什麼時候生長的 差不多五六月 五六月喔 對 哦 先把它撕開 對 阿嬤妳腳好厲害喔 喔這樣 所以就是把它的皮 外表的皮 把它拔出來 這個不能給它顛倒 不能用顛倒 對 它還有順勢的方向 然後再來用這個竹子 這個竹子 把它外面的那個硬的部分把它削掉 對 不要的那個就是弄掉 那個不要的 好 要的是那個乾淨 一定要用 不能給它顛倒 裡面其實我看已經都乾淨了 阿嬤還是覺得不乾淨 要給它整理得非常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粗 從竹馬裡面剝出來 變成最粗的這種 然後之後要怎樣 曬乾 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 要用一推那個 就是要做成 這個全部弄好 才可以一起曬乾 曬乾 曬乾 那阿嬤 我很好奇 如果我要做一件像 像我們那個志文它那套衣服 那大概需要用多少組嗎 不一定 那個有的很瘦 有的很棒 像志文的咧 像志文的話 可能要那個不夠 這個這樣不夠 這樣子不夠 這樣子不夠 還有一個這樣 還要再一倍就對了 對 志文你太胖了 你從開始學織布的時候 就先學播這個 對 我從國小這個學會 我們的媽媽教我們做這個 他意思是說 你就是坐在旁邊 你就是看 自己看 而是他自己會在旁邊 跟著會學 我們教學是這樣教出來的 自己感受 對 志文你有沒有學到 跟阿嬤學到這個 還沒 還沒 光是學那個技術就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還是阿嬤偷藏一步 這個也是要有技術的 對 他不會讓你馬上就學這個 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一定要一個步驟 一定要一個步驟 你會了你才可以去學這個 會了才可以去學這個 而不是一堆去學 所以這個要給他弄這樣 從織布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材料取得的珍貴與不易 還看到原住民的生活智慧 如何就地取材 物盡其用 不爛取豪奪 與大自然共生其 看到如何準備織布的原料 那接下來就要了解織布的技術 所以這個是我們編織的器具 看起來很有歷史 阿嬤這個有多久的歷史 有寫在這邊 民國四十年 現在是一百零四年 所以有六十四年了 六十四年 以前你就開始學的時候就開始用了 對 開始用了 這個步是我們哪一種織法的步 這個我們叫眼睛 這是眼睛 對 織法 看起來有連形 像眼睛一樣 等於是高級的 這個是高難度的 這個是高級的 這已經是高級的 但是這個難度又更高了 對 高難度 我們現在叫彩虹布 彩虹布 對 然後織法是迷離 挑織的布 挑織的部分 對 它的布它是平面的 但是它挑起來的布 你會看到它扶到布上面 就立體的感 我想在部落裡面 在組裡面 應該都會有一些男女有別的一些 像比方說男生會狩獵 對不對 那女生會織布 可是應該會有一些差別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禁忌 什麼男生不能碰織布啊 阿嬤 對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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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只有幾台類 好 幾台類不能碰這個 出貨 男人本來就不可以摸這個器具 第一個就是說 你摸 一旦摸了這個器具 你就沒辦法打到獵物 這專門是女人的東西 是 這種記憶應該都是很謹慎 才會傳下去嘛 對不對 不是說隨便就可以傳嘛 那為什麼你會交給志文 一直要求我 他一直來煩你對不對 對對對 我兩年前來這邊的時候 我那時候知道他會知道 然後他會知道 但是我又很想學 沒有馬上答應他 而是說怎麼會是你來學 那個感覺 怎麼會是一個大男生來學 對對對 要有信心 不然的話 你們誰不會的話 不要怪我 所以阿嬤願意交 但是就要看你有沒有心學 沒錯 那你覺得志文有心嗎 有心耶 他有耐心啊 任蝦宇 從不離到這邊來這邊學 一個小時多 很遠耶 對 任蝦宇對我們也要來學 我很感動 他們來這邊學 這樣的一個知法 這樣的一個技藝 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 然後到阿嬤身上 阿嬤身上 阿嬤身上就再交給志文 這樣代代的傳下去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賽德克的這樣的工藝 是一定要保留的 沒錯 對 他的意思是這樣叫講 女子的織布能力 在賽德克文化裡 深層的意義是說 會織布才能夠照顧好家人 照顧好家人才能夠延續族群的命脈 我知道志文對傳統音樂的執著與熱忱 但沒想到他甘願冒犯傳統禁忌 也要來學習這項激進失傳的織布技術 我想他只是希望賽德克的傳統織布技藝 跟傳統音樂一樣能夠繼續地傳承下去 我愛你 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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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詞 har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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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